而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 他昨天的行程是主要锁定冲刺花莲地区的选情 昨天晚间他以突破的方式扫接拜票 展现他的亲和力 而先前传出弃送宝马的花莲县县长傅昆奇 他虽然强调自己终身都是宋主席的好弟子 不过在昨天晚上宋楚瑜的造势晚会 傅昆奇没有现身 宋楚瑜亲自来的麦克风 向我们花莲的乡亲亲自拜托 有别于蓝绿晚会拼抢比人气比绅士 宋楚瑜拿出过去宋选长的方式 一步一脚印在花莲扫接拜票 选间最后星期天 宋楚瑜中午飞敌花莲 先前传出了气送宝马的花莲县长傅昆奇 亲自前往街机 还和宋楚瑜一同共进午餐 宋主席是我非常尊敬的政治的导师 我们终身都是宋主席 的好地址好不好 你不要天天就给人家戴帽子 好不好 他并没有这样做 有没有倒戈是媒体乱扣帽子 还是傅昆奇自己举棋不定 时间会证明 宋楚瑜晚间在花莲的晚会 傅昆奇终究没有到场 现场200多名的支持者 宋楚瑜依旧拉高分贝 批拦打绿 最后走进人群一一败票握手 自己找到了战场 继续努力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